给我拿点钱 多少啊 三千吧 又有三千干啥呀 那小孩补习两千 然后一千生活费这样子 补习两千 对呀 又补习呀 行啊我知道了 赶紧转啊 我还要转给老师呢 拿钱给我呀 要拿钱干什么 我不是跟你说了妈 我妈住院了 要钱交医药费呀 那还有你哥你弟呢 他们没有 他们也有小孩要养 然后我嫂子他们呢 乱花钱也存不到什么钱 所以这钱只能我拿了 要多少啊 五千先拿五千吧 又五千 五千都不知道够不够呢 不够的话到时候你再拿 行我知道了 五月费该交了啊 五月费该交了啊 该交就交啊 拿钱来给我呀 你又没钱了你 对呀 要交多少啊 一年三千 你不知道吗 哎呀 我知道了我会拿给你 赶紧的啊 人家天天催我呢 啊 干啥呢你 没干啥呀 啊那个车子 开续费了 停车费 停车费又可以续费了 对啊 那车我开都没开呢 是你的车啊 又不是我的车 那买车的时候 你也没出钱对吧 都是拿我以前的继续买的 那让你交个停车费怎么了嘛 只用的时候你也用啊 那给你 我真的是多少啊 嗯 一一千八 真的是服了你了 给你 我除了问我要钱你还要干什么啊 平时话也没有几句 要么就问这家问这那钱的 都是用在家里面的呀 哎 我工资本来就没多少 问你钱还要摆脸色哈你 谁摆脸色啦 你这不就是吗 我少问要钱了 试一点嘛 是不是啊 总是问要钱要钱呢 那你是这个家的顶娘住 这个家就你上班我不问你问谁啊 没钱活不了了是不是啊你 肯定是活不了的嘛 人家天天催我交什么钱 叫那叫这的 不是物业费就是水电费啊 我那个电话都接的 我都不想接了 我都不想当这个家了我 问你要钱你还要给我摆脸色 除了问要钱就不会别的了 就不会说别的话了 你让我跟你说什么 哎啥也别说了 什么人都要暗凉 什么人都要干嘛 对 你过来 谢谢观看